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五六十岁的女人 选择裤子不要穿胃裤、牛仔裤 换成这些更优雅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转眼间,秋风送爽 冬意见浓 我们的衣橱也该迎来新的变化 虽然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 身材和容颜或许不再如年轻时那般光鲜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对美的追求 打扮与不打扮,效果大不相同 一个懂得穿衣打扮的女人 无论年龄几何 总能在人群中散发独特的魅力 因此,即使步入五六十岁的年纪 我们依然要注重自己的着装打扮 裤子与半裙 凭借王者与女王地位 在下装风格里各自独领风骚 一个中性帅气 一个温柔妩媚 共享百变美名 与上衣的先入为主相比 离头面部距离较远的下装 承担着造型风格的收尾与配合 是整体形象好看与否的关键 因此,她的挑选 以及与人体的比例配合 成为时尚穿搭的基本功课 落实到裤子与半裙中又不尽相同 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 挑选裤子时往往容易随波逐流 胃裤和牛仔裤似乎成了默认的选择 然而,这样的搭配往往让人感觉不够精致 甚至有些邋遢和过时 要想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不妨多关注时尚博主们的穿搭 不断探索和尝试 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虽然胃裤和牛仔裤百搭实用 但要想穿出时尚感 就需要我们勇于尝试更多新颖 有设计感的款式 毕竟时尚是一种态度 她不分年龄 只关乎你如何选择 第一部分,五六十岁的女人 穿搭远离这四种裤子 一,牛仔裤烂大街不够时尚 说到经典时尚单品 牛仔裤无疑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女人来说 想要通过牛仔裤来展现自己的风采 就有些困难 牛仔裤容易让人联想到廉价 难以穿出优雅的气质 特别是那些带有破洞设计的款式 对于成熟女性来说 会显得不太得体 甚至有些过时 再者,牛仔裤的风格相对固定 而且大多数牛仔裤的透气性并不理想 对于注重穿着舒适度的我们而言 牛仔裤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二,胃裤臃肿,显老气 一直以来 胃裤都以其超高的舒适度和超强的耐用性 得到人们的广泛青睐 但是大龄女性和胃裤的匹配度却不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胃裤的材质大多都偏厚 版型较为宽松 穿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显得随性洒脱 但是对于大龄女性而言 尤其是身材发福的大龄女性 穿上只会显得臃肿 此外,胃裤的风格单一 休闲是其唯一的格调 搭配上也只能走休闲路线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单品的选择 更容易显得老气 三,棉麻裤显廉价 很多裤子在设计的时候 就会因为材质而显得廉价 比如说很多人穿的棉麻裤子 虽然很舒适 但因为容易皱巴巴地 加上材质也没有线条感 看上去就会显得质感非常不好 还有一些比较贴腿的轻薄材质 暴露腿型不说 还容易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 时尚博主三目的这一身穿搭就是 整体搭配非常好看 但因为裤子褶皱比较凌乱且多 看上去质感就不是很好 对整体的搭配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四,避免高饱和度的颜色太张扬不得体 不得不说 五六十岁的女性在穿衣上 除了要考虑时尚度外 得体度也应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很多女性为了避免穿衣沉闷 通常会选择一些亮色系的颜色 但是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撑拙 显得老气横秋 大龄女性可以选择饱和度低的浅色 代替亮色系 从而展现知性优雅的魅力 米色、卡其色都是不错的选择 给人温柔大气的感觉 第二部分 选对裤子与选错裤子 看完对比就懂了 中年女性建议多看 一、裤子版型这样挑 显气质不踩雷 挑对版型与版型挑错的差别特别明显 裤子挑对版型真的很重要 合适的版型能够完美贴合身形 修饰身材比例 让人看起来更加高挑、修长 如果版型选择不当 同样材质、同样颜色的裤子 给人的感觉却有很大的区别 不仅会暴露身材缺陷 还会让整体造型显得拖沓、不精神 因此 在挑选裤子时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材特点和穿搭需求 选择合适的版型 比如说纸筒裤大多数人穿着都好看 能把腿显得更修长 紧身裤就更适合瘦点的人 能把腿型的美展示出来 我们得根据自己的身材挑适合自己的裤子 这样才能穿出自信 穿出自己的风格美 二 选对裤子 多从这些细节入手 裤子是否适合自己 版型和款式都很重要 但如果能在细致末节中注意到细节 更能让我们的穿搭更绝美 一条好裤子的标准 做工越精致 用料越讲究 就算不是什么品牌服饰 裤子的品质也不会太差 一要选对做工和工艺 首先 裤子拉链要耐造 市面上比较廉价感的裤子拉链 容易在多次使用或水洗后断裂或坏掉 要选不易褪色且丝滑不容易拖链的金属款式 推荐大家按照Yeky的标准进行挑选 Yeky做工比普通金属拉链更厚的元件 耐造 耐磨 前身本就是以工业着装设计为主 使用性上更优越市面上的杂牌拉链 其次 看口袋的位置 口袋位置越高 越修饰身材 选裤子的标准 该将是否能为身材扬长臂短为参考标准 如果裤子的口袋太低 则对于臀部比较塌 妈妈臀比较严重的人很不友好 裤子的口袋越高 视觉上提臀效果就更好 第三 看裤子前后浪设计 要拒绝裤子出现卡当 则要选对裤子的前后浪设计 试一字浪 竖车线断开 简单地缝制 穿起来线缝容易裂开 也容易变硬 舒适度被大大降低 要选择十字浪 缝隙均匀 做工会更精致 工艺虽然复杂些 但穿起来不鼓包不卡当 才是我们选裤子的首要考虑 第四 看裤腰 裤子高 中低腰该如何选 对于大龄女性女性来讲 还是更适合中腰或高腰的裤子 低腰的裤子考究身材比例 腰长或者腿短的人穿都是灾难 肚男有肉的人穿更是暴露游泳圈 选择中腰对身材有包容性 选高腰既包容又能抬高腰线 二要选对面料 认准这三点 选择合适的裤子面料 不仅能提升穿着体验 还能彰显个人品味与气质 以下从有弹性挺阔透气性三个方面 接下来我们聊聊中年女人如何挑选裤子面料 一选择有弹性的面料 随着年纪慢慢变大 很多姐妹可能会发现身体有些变化 比如肌肉不那么紧了 关节活动起来也没那么灵活了 所以挑裤子的时候 面料有没有弹性对于我们来说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有弹性的面料穿起来会更舒服自在 混仿面料 如棉与安伦或莱卡的混仿面料 是中年女性裤装的理想选择 这类面料不仅保留了棉的柔软与亲肤性 还融入了合成纤维的弹性 使得裤子在贴合身形的同时 又不失轻盈与舒适 天然纤维弹性面料 如羊毛混仿面料 也具有一定的弹性 羊毛的天然属性 使其具有良好的保暖性和透气性 适合秋冬季节穿着 二、选择挺阔的面料 五六十岁的女性选择裤子时一定要谨慎 版型选对才能显瘦显腿长 否则只会更臃肿、更老气 直同版型的更适合大龄女性 穿起来没有束缚感 也更显瘦 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大多都有身材发福的迹象 软塌的面料会更显胖 挺阔的面料能够塑造出流畅的腿部线条 提升整体着装效果 对于中年女性而言 选择挺阔的裤子面料 不仅有助于修饰身形 还能彰显优雅气质 比如西装面料 单宁材质牛仔面料 秋冬毛呢面料等 高枝纱棉 高枝纱棉面料结构紧密 纤维间空隙小 使得面料具有较好的支撑力和挺阔感 这种面料制成的裤子 线条流畅 版型优美 适合正式场合穿着 三 注重面料的透气性 要是面料透气性好 穿裤子的时候皮肤就能一直透气 不会觉得潮闷 整体上身感觉会比较舒适 挑裤子的时候得选透气性好的面料 天然纤维面料 如棉 马等天然纤维面料 这种面料透气性非常好 穿在身上很舒服 棉的面料软绵绵的 特别轻敷 出了汗也能很快排走 混仿面料 如棉与迪伦 锦伦等合成纤维的混仿面料 也具有一定的透气性 这类面料结合了天然纤维 与合成纤维的优点 既保持了透气性 又提高了面料的耐磨性和抗皱性 二 显瘦且百搭 多穿这三条裤子 一 高腰裤能提高腰线显高显瘦 高腰裤拥有超长的立当长度 特别适合腰长腿短的身材 从腰到臀 包覆感衣流 穿着舒适 还能扬长臂短 简直完美 当然 高腰裤的完美对其他体型更是不拘 适合任何人 高腰裤这款时尚单品 以其匠心独运的设计 巧妙地在视觉上营造出增高和显瘦的双重效果 它将裤腰提升至腰部甚至更高的位置 不仅拉长了下半身的线条 还巧妙地隐藏了腰部的坠肉 让穿着者的身形看起来更加修长与匀衬 搭配方面 高腰裤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温柔的针织衫 干练的西装外套 无论是休闲还是正式场合 高腰裤都能轻松驾驭 二 直筒裤修饰腿部线条 直筒裤的版型设计 出众线条的流畅与平衡 从大腿至小腿 呈现出一种自然垂坠的视觉效果 既不会过于紧绷 也不会显得松垮 以这种独特的剪裁与设计 巧妙地修饰了腿部线条 成为众多时尚达人的必备单品 对于腿部线条不够完美的朋友们来说 直筒裤无疑是修饰身材的绝佳选择 它不仅能够有效地掩盖腿部的小瑕疵 如O型腿、X型腿等 还能通过流畅的线条感 让腿部看起来更加笔直 三 阔腿裤轻松遮住腿部坠肉 阔腿裤那宽松的裤腿设计 显直让人爱不释手 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 不管大腿还是小腿上的肉肉 都能被它轻轻松松地脏起来 一点都看不出来 而且这裤子设计的还能让腿看起来更修长 穿上它身材比例立马就变得超优秀 除此之外 阔腿裤还非常百搭 比如我们可以选择高腰阔腿裤 搭配修身上衣或者小香蜂外套 高腰设计能够提升腰线 拉长下半身比例 再搭配一双简约舒适的平底鞋 整体穿搭更加利落优雅 这样的搭配不仅适合日常和朋友聚会 也适合出去旅游拍照 四 西装裤更优雅知性 西装裤最重要的是面料 它取生的关键也在这里 好的西装面料通常都有不错的垂坠感 相较于牛仔裤和胃裤 西装裤质感更高级 也显得更加优雅和知性 另外 西装裤在裁剪上也非常注重细节 立体直线的裁剪 使得外形上显得利落又干练 与此同时还能有效地修饰腿部线条 腿型更加流畅 不论是作为日常穿搭 还是通勤上班的装束 都能显得游刃有余 大龄女性穿上超级显气质 五 九分烟管裤 修身 俐落 风格多变 女人到了中年 我们选择裤装的时候 最好是带有一点宽松感的 比如说像修身而不紧身的烟管裤 上宽下窄的设计能够非常好的修饰 甲胯宽 大腿粗 小腿粗 腿不直等问题 而且选择九分长度露出脚踝 还能够起到显高显瘦的效果 对于烟管裤来说 更重要的是在颜色上选择多样 除了传统的黑色之外 灰色 卡其色也是比较经典的 摆脱黑色的成熟与老气 呈现出更加气质的一面 又或者还可以选择一些墨兰迪色 搭配简单的上衣 同色系的鞋子 既能时髦又能拉长下半身比例 一举两得 三 裤子颜色有讲究 学会这几招魅力升级 技巧一 经典色系百搭不出错 经典色系如黑色 白色 灰色等 是中年女性裤装的理想选择 这些颜色不仅具有极高的百搭性 能够轻松搭配各种上衣与配饰 还能在视觉上起到修饰身形的作用 黑色裤子 黑色裤子显瘦 效果显著 是中年女性修饰腿型 拉长身高的不二之选 无论是搭配简约的白衬衫 还是优雅的针织衫 都能轻松驾驭各种场合 白色裤子 白色裤子清新雅致 能够瞬间提升整体穿搭的亮度 选择高腰设计 不仅显得腿部修长 还能展现中年女性的干练与优雅 灰色裤子 灰色裤子既低调又不失时尚感 适合中年女性在各种场合穿着 无论是搭配深色上衣 还是亮色配饰 都能展现出个人气质 在选择经典色系裤子时 还应注意色彩的深浅变化 深色调的裤子更显瘦 适合腿部粗壮的中年女性 而浅色调的裤子则更轻盈 适合腿部纤细的中年女性 技巧二 温柔风穿搭首选柔和色系 柔和色系如粉色 米色 杏色 浅灰色等 是打造温柔风穿搭的首选 这些颜色不仅能够营造出柔和的氛围 还能彰显中年女性的温婉与优雅 在选择柔和色系裤子时 还应注意色彩的搭配与过度 避免过于鲜艳的颜色与柔和色系混搭 以免破坏整体氛围 同时可以通过配饰的色彩点缀 提升整体穿搭的亮点 技巧三 适当的亮色系搭配充满活力 适当的亮色系裤子 能够为中年女性的穿搭增添活力与亮点 亮色系如红色、黄色、蓝色等 不仅能够吸引眼球 还能展现出热情与活力 在选择亮色系裤子时 还应注意色彩的搭配与平衡 避免过多的亮色系混搭 以免产生视觉疲劳 这些天仿佛自己成了冬日里忙碌的小松鼠 曾经为了抵御寒冷 我四处搜罗着过冬的粮食 然后蜷缩在温暖的角落 开始享受宁静而美好的时光 冬天总是带给我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街道两旁的银杏树金黄灿烂 阳光温暖而明媚 小桥流水间弥漫着人间烟火的气息 最近我沉醉于美妙的古典乐曲中 也整理出了我的2025书单和小目标 只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不复此刻的期望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一起了解了裤子的选择与搭配 希望能给你们带来灵感 接下来我想聊聊我是如何选择裤装还是裙装的 记得大学四年以及毕业后的一两年 我对各种小裙子情有独钟 那时我常常在试衣间里对着镜子自拍 买下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裙装 我的穿搭风格大致是这样的 不得不说穿上这些美丽的裙子 仿佛我也变得更加迷人 然而那时的我因为爱情而迷失了自我 穿这些衣服的同时 也伴随着不自信和不确定 甚至有些刻意讨好的心情 但不可否认那些穿裙子的时光 让我感觉自己真的很有魅力 很美 这或许就是裙装的小心机吧 虽然搭配上大家大同小异 但加上长靴、大衣、围巾、手套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都焕然一新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穿裙子的日子 真是我的青春啊 这也许就是我至今仍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至于裤装 他不仅仅是舒适自在 还很时髦 年轻时 我总觉得自己腿粗、胯宽、屁股扁平 不敢轻易尝试裤子 从牛仔裤到休闲裤 我都敬而远之 但随着看的穿搭博主越来越多 我意识到能把裤装穿得漂亮 其实比穿裙子更具挑战性 裤装不像裙装那样百搭和迷人 它自带一种休闲的街头气质 一不小心就可能变得平凡无奇 因此 面料、版型、颜色都要仔细考虑 买到新衣的裤子后 还要考虑如何搭配 一步步从内到外慢慢打造自己的风格 我特别享受这个包装的过程 站在镜子前 不断尝试各种衣服的搭配 寻找最令自己满意的装扮 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治愈 就像小时候玩的换装游戏 只不过这次 模特是我自己 当然也有搭配不出理想样子而感到烦躁的时候 所以我平时在刷微博、社交平台时 会不自觉地关注时尚博主的搭配 寻找灵感 如果说 简单地穿上一条小裙子 就能让我变得更自信 更有魅力 那么 研究如何把裤子穿出自己的风格 便能让我的思维更加活跃 时刻保持一种紧张感 这就是我从小喜欢穿衣打扮的原因吧 这个过程本身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满足 如今我已经人到中年 相比于年轻时那些需要拿捏着自己的裙子 我还是更喜欢舒适便捷的裤子 尽管身材可能随着岁月有所变化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展现自己的风采 选对裤子 是中年女性重塑自信 彰显魅力的关键 记住 美丽从不被年龄定义 只要我们用心挑选 就能找到那条最适合自己的裤子 穿出属于自己的风采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我们都应该好好爱自己 勇敢地展现自己的魅力与自信 最后 希望你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之旅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